沙漠骆驼过石油城中流 在这对游客免迁的迪拜 我最近便住到了一家满分酒店 迪拜朱美拉沙滩四季酒店 在酒店的一面是多数人熟知的 由哈利法塔领险的摩登天际县 而一旦转身 则是少数既有品味 又不缺预算旅客的海滨后花园 酒店的开篇充满了隐喻 庄园大宅的框架 建筑风格是带着当地文化历史感的安达卢西亚 它没有急于招式财富 而以八棵树将入口守护 一棵是橄榄树 另外七棵也是 这种美是自然的 宁静的 潺潺水声与鸟叫 让人不觉得吵 反而更衬托出环境的平和 酒店的门口在我入住期间 从不缺少礼宾 没想到进入内店 景中套景 两侧的四季酒店钟爱的花椅 精致反复却不落素套 正面一整幅的拱形落地窗 让人的视线 不自觉跟着游进极远 草坪修饰的狮子路 一直延伸到海边 酒店的大唐八 本身就是一处 让人能沉浸流连的空间 因为从下午到晚上 会有不同的乐师 琴师 深情演奏 听觉 视觉 味觉 和客人的感觉 简直是和谐四重奏 你还会穿过一条美感 直接拉满的回廊 阿拉伯式的湖顶 大理石的铺垫 吊灯的串联呈现 小众又有品味的精品店 都使它更让人愿意停留 这次我住的是一间海景房 进门 是木门演应的 步入式衣帽间 小玄关之处 可以放一些杂物 右侧是卧室和阳台 这个朝向 正好可以看海上日落 下午的太阳光 会倾洒进房间 整个卧室 都沐浴在金色中 这时候再来看 房间的墙纸 艺术品 会发现居然在颜色上 还形成了呼应 四季酒店的客群 步伐高管 精英 所以即使是度假酒店 行政级的办公桌 也配备上了 欢迎礼物居然是一只骆驼 又将灰鞋的度假感 增添几分 四季标志的三连枕 和一项舒适无癖的床垫 都是业界标杆 你睡过 才会懂得它的文土 客房家具 都为浅色 纯白的柜子 餐具 是哪如米 浴室 被更为注重隐私的 放到了里间 带有浓郁阿拉伯印记的 马赛克的背景墙面上 是海浪的图案 在配套方面 这家四季的健身房 器材的丰富度和档次 是超一线水准 巧思之处还在于 即使是户外休闲区 也点缀了几处有氧设备 泳池则散落几处 户外泳池均为度假型 面积不大 但每个泳池空间都配置了 数量可观的休息区 配合着酒店出色的绿化 客人的隐私度和体验感 平衡得很好 在落霞时分 顺着悠长的绿道 往海边走 火把点起 有色彩层次感的天空 映照着白色沙滩 飞鸟不时经过 这是一幅 有关度假的油画 这家四季惊人地 配置了十处不同的餐饮空间 有三家餐厅 在设计上力腰设计圈大佬 Adam Tecchini主持 其中早餐厅Suit色彩明快 室内外专场丝滑 早餐呈现堪称流动的盛宴 酸奶都能多达六七种 水果不惜成本 石榴是一颗颗包好的 在肉类方面 居然有西班牙来养省的熟成牛肉干 你爱吃酱 它有各种酱 你要吃蜂蜜 它能做成蜂蜜博物馆 蔬菜不是水煮白菜 而是煎芦笋 哪怕是鸡蛋 出品 都让人垂涎 晨间的醒神饮料 他家也是不断 楼顶露台的Mercury Lounge 是看晚霞 同时又看城市天际线的 不二之选 很适合约会 海边餐厅 Seafood 则带着更多的度假感 酒店还藏有一家 非常有格调的 金酒主题的酒吧 以历史文化名人为线所设计 而且调酒师 会把背后的故事 为你娓娓道来 真正的名字 像威斯特·卓尔博 他们说是 他们在真正的生活中 智者不入爱河 也许是因为爱的门槛太高 也许是因为一旦爱 便难说离开 搭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